相比原文会,民国时期社会混乱,七七事变后乱上加乱,天津未出料很多一对角色成乱颤的流氓混混,比如说,热霸绞型头子宅瞎子,贩卖人口的姚主李希武,最大的赌局老板刘宝珍,白面儿大王康世青,流氓组织36友头子王林,海河码头四大金刚,天津未四霸天,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得说是青帮大佬原文会。 日本战败后,原文会被国民党天津高等法院逮捕,却转送到北京积压,这是原文会使的一个花招,因为到北京知道他的人就少多料,容易陶醉,之后的四年,原文会不但没被审讯,而且过得非常自由,别人的劳门天天锁住,他的劳门大厂色开,除了不能出监狱,在里面随便活动,别的犯人窝头咸菜都吃不饱,他有自己的小灶,吃的是炒菜和细粮,过年过节, 到乡村的熏鸡熏肉,各种瓜子鲜或巧克力糖,一应俱全,就差有女的陪助料,老天津直到五十年代初,法院审理,认为原文会的罪恶均在天津所为,被害人也都在天津,这才把他押借回天津受审。 1950年12月25日上午,原文会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,其全部财产除着刘家属生活被外君与没收,枪毙原文会使法常上人山人海,原文会威风扫地,两过狼式的眼珠子仗的通红, 围观的人们说,这别打得汉死,晚死千步眨眼的大混混,死到临头也尿海料,原文会到底干过什么坏事,主要有三点,一是公然当汉坚助这位运,二是黄笃毒,三是霸占相生原子,欺压取一亿人,这三点,且听一一道来,原文会是脚型出身, 天津安兴帮首领,分为军阀原战兴部,做过两年高级密探,横行海河两岸,四处敲诈勒索,当时天津月租界,得一楼,新旅社等地有不少大烟馆,都是由原文会包运大烟土,后来为料争的盘打架,逗欧,晚死仙,杀料宋国柱等人,惹出人命官司,原文会前,往沈阳转大连必难,老天津可是倒料大连,反而如鱼的水,与日本特务小日相勾结,共同返金, 为小日相组织变相的宪兵队机关普安协会,即便衣队,网络对体流氓,修筑派藏机关的特务机构,为料保守秘密,施工后把所有米瓦酱都填入的勾音词,七夕事变后,日本宪兵队成立,特务头子石苗元队长,原文会成料有力帮凶,人称原三言,原文会在天津南门内南大色设立汇计公司,后搬到南门外泡排庄,作为集中关押华工的总机关,华北各省各县的华工, 都要经过这个公司送往东北,当时凡要出关到东北的人,都得经过日本大东公司,这个公司没有原文会会寄公司的介绍信,就不给开出关证明,这样一来,所有出关的人,就都成料华工,遭受原文会迫害的华工达基石墨人,原文会当时在天津市内,原文会派人开住机,让汽车满街转优,随时停车检查行人, 又要他们觉得有嫌疑,就抓回县兵队,灌凉水,压杠子,做电椅,用毒签子扎手指,就算侥幸解除嫌疑,人也早成料财废,解除不料嫌疑的,就成料华工,每次将华工送往东北时,都有敌尾军警压制东站,装入闷罐子车,中途有不少人都饥渴致死,原文会又得到日本特务投资土匪员的号令, 在天津集结流氓组织变医队,在霸县一带组织土匪员部队,自己充当司令,到处烧杀抢掠,扰乱秩序,当时男士三不管是天津最热闹的地方,老大就是原文会,这个地方从清晨到晚六点以前,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影,夜幕降临之后,顿时热闹起来,群英,单柜,庆云后一条条胡同,双喜班,金红班全是浓装淹抹的女子,欣欣,天香本土糕店,清夜, 清水等白面馆,里面挤满吞民土物的寿子,东方饭店,莫国公寓的赌窟,一群群人围住各式赌具,室眉邓眼,脸红脖子粗,依父院生活的酒馆,当铺,小诊所也同样生意兴隆,一直到黎明,太阳快要升起,这些人才昏昏睡去,老天津原文会在天津义区子竹林饭店,包料最大的一个房间,也不给钱,每晚假铃,找来七八个舞女陪她取乐, 不料让原文会看上的女的,就逃不出她的手掌心,原文会在日租建设料个花卉,也就是大赌局,强迫市民去押票,其实说花卉,倒不如说是土匪会好些,因为它是衣室公开勒索民财,三十六门押哪一门都是书,不止有多少人被弄得倾家荡产,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,原文会看上料河北大胡同的金桥旅馆,这家旅馆由王同轩,胡子珍,两家联营,一天中午,原文会在日租建设料个花卉,也就是大赌局,强迫市民去押票,其实说 王同轩会和日本宪兵队退伍军官也齐来到金桥旅馆,声称旅馆被征用,改为日本兵战处,要求马上腾房,王胡两位老板苦苦哀求,结果胡子珍的侄子胡永庆,弟弟胡秀妍以及管扎先生,都被原文会抓走,关到地牢,老天津不久后,这个拥有120多间房子和暖气,床,被家具等全套设备的旅馆,被原文会霸占,会给料王胡两家伟联币6000元,这6000块钱, 连买旅馆的暖气也买不下来,但以后在旅馆门前却怪起料也是旅馆的牌子,乃是神魔兵战处,胡子珍一气的料并,没过两月就死料,三十年代末,原文会接办庆云戏院,小蘑菇常宝昆等人都被约去演出,那时燕乐和庆云打对垒,燕乐年终演员有双心,宝昆和赵佩如谈闲话,就说咱们这么卖力,票房这么好,也混不上双心,谁知被原文会知道料,马上派人把 赵佩如打料一顿,杀鸡井猴,好在没打常宝昆,后来原文会又给他们成立料兄弟剧团,以常宝昆和赵佩如为主角,从此,他们俩平时受压迫还不提,有一次因为上座不好,原文会的狗腿子就要把常宝昆和赵佩如给废料,结果兄弟剧团全班人马都到原文会家去跪地安修,向原培里, 还算罢休,文,何雨昕,老天经